为了让和平村民能够认识香草的专业知识 同时也体验精油的芬芳 秀林香公所特别在和平村办理了研习课程 邀请了讲师来教导村民们如何认识香草植物 同时也让大家体验手工香皂的制作 村民们则是收获满满 秀林香和平社区办理酒厂的研习课程 特别开办香草研习 并且邀请讲师来教导如何制作手工精油香皂 同时也介绍香草植物的特性 让大家了解不同的专业知识 和平村长庄厚也相当支持这项大自然的芬芳 风平不错 大家反应都非常好 也感谢我们老师特别从花莲和平来给我们教导这个活动 经过这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学的已经上手了 那我想这个东西 记忆的东西就是要经常的练习 熟能三巧啊 学员们可以借助手工制作的香皂 让大家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没有其他比较有一个像防腐剂之类的 那觉得使用上呢就觉得很安心 那之前的我已经在使用了 真的 我可以把之前买的我都没有在用 我已经在使用前两次上课的那个精油香皂在做清洁 真的很棒 感觉怎么样 香 舒服 疗愈 然后也很特别 对啊 像我每次来这边上课都会拿精油香皂 因为感觉到我们的脚都会有点不舒服 因为穿布鞋的关系 那这样的感觉就是 到这边来讲 洗过之后来这边来感觉就很舒服 以前我 其实我脸的皮肤很差很糟 状况也很多 我也试过很多种香皂 可是直到 我认识老师 老师教我们做这个精油香皂 使用过后 我所有皮肤的状况都改善 以前我会掉皮 然后粉刺也很多 泛油光更严重 就不容易清洗 可是当我制作了这个精油香皂以后 我每天晚上睡前 我在洗洗脸 在使用的时候觉得 一边洗一边按摩 也是一边保养 在吸烧它的分多精的时候 觉得整个人通体舒爽很舒服 在老师的教导之下 只是能做好每个步骤 希望就是能够吸的 不一样的自然手工艺品 大家共同学习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丽